一般经典里面 讲到三页都是 身口意 顺序是这么外 无量寿经上不是的 无量寿经 第一个是口意 第二是身意 第三是意 你想一想 佛为什么这样说法 用意何在 苏婆世界众生 特别是现在 最容易犯的 口意 口罩什么意义 喜欢批评人 不知道自己是在造口意 口意是妄语 念学 旗语 握口 批评人 有的时候这四种毒贩了 他自己不知道啊 所以善呼三页 头一个是口意 善呼口意 不及他过 别人小小的过时 就恶意的批判 太过分了啊 没游过时 再胡遭遥引 那就罪就更重了 游过时 批判得恰到 恰到其分 恰如其分 已经游过时了 为什么 你不厚道啊 忠厚的人呢 看到人游过时 不说 归过劝善 这是有礼节的 你看到这个人 劝到他 他能改过 能回头 你就劝他 什么时候劝他呢 没有第三者在面前 这个时候劝他 有第三者 他要面子 他难为勤哪 我们自己要守住 迎卧阳山 别人有好点 我们可以赞叹 别人有过时 不说 劝他要背后 这个背着人 不能当着大众面 他会感恩的 感谢你 你给他留面子 而且 而且归过 一次 再一次 不能到第三次 第二次 再劝不听 以后就永远 不要说了 再说什么 再说就变成仇人了 他对你起怨恨了 那你何必呢 古人说得好 冤家一戒不一戒 这一生当中 不跟人结怨 无论他犯什么过时 这都很正常的事情 比如 我在讲经教学的时候 有的时候 听到有很多同学 有见过面 也有没有见面 听到他也善心 我赞叹 我这一赞叹 听众都听到了 都知道了 以后发现这个人 有过时 不像我所赞叹的 你们想想 我是赞叹错了吗 我赞叹是 他那一庄善死 人有善有恶 我们赞叹 赞叹他的善 不提他的恶 你要懂这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要学 如来的身口一叶 这个很重要啊 记住 善呼口业 不积他顾 决定学者 不批评人 不能以严厉的态度 语气 待人 要学 如何致止 真诚心 我们的言语态度 要如何 要谦虚 要恭敬 对于一切人事物 你这样去学 你就对了 你真的学到了 普贤菩萨 要求的就更高 尽忠学人 都是修普贤 不能把自己的 水平向上提升 你怎么会成就 你看 世尊 深夜的烦恼 媳妇 解脱了 口夜的烦恼 媳妇 也解脱了 别人对我批评 我完全接受 我恭恭敬敬地听 不用辩驳 说对了 感谢他 我改过 说不对 不回话 默认了 就没事 你要回话 就起真论 一直听 我相信 讲两个终点 他就没有力气了 他就不讲了 这样好啊 让他讲 我们在那里 安安静静 心里头念阿弥陀佛 恭恭敬敬对待他 等到他发足了 他发完了 不就没事了吗 何必要争论呢 有者改之 无者加灭 没有争论的必要啊 这样一次一次 把自己境界去提升了 自己的德行也成就了 总要学谦虚 总要学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